几乎所有军迷都知道,中国有两款被称为航母杀手的利器,即东风21帝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长期以来都被一层射米万一所笼罩,而且因为其从未有过财运实战的经历,因此,一些外国媒体和网友并不认为,它真的有中国媒体宣传的那样神奇,能做到一击必杀。 从理论上来说,弹道导弹想要打击移动中的目标,没有卫星的辅助是难以实现的,而卫星精度越高,则导弹实际威胁性就更大。 中国在高精度卫星领域起步较晚,但得益于航天视野的迅猛发展,一些民用卫星在精度上甚至不会比军用卫星差多少。 10月11日,长光卫星发布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在视频中,我们有幸了解了中国民用卫星的真正实力。 它探射的画面显示一艘美式尼米兹及核动力航母进入圣地亚格军港的全过程。 网友们纷纷惊叹长光卫星的分辨率几乎预设相机物异,因为它不仅能清晰地分辨航母甲板上的跑道,还能看清楚海面上的浮栏网。 要知道这种设施只有平时,在离港口很新的位置才能识别。 现代军事领域,分辨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对目标的观察与追踪。 敌方往往会通过伪装,以假乱针等手段,来躲避卫星侦察。 这时通过观察细节,即可做到了有效甄别。 中国此时对外公布美军航母动向,而非其他大型民用船只,其实也是对外释放明确信号。 那就是中国的卫星和侦察技术足够支撑启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航母体系。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在空间反卫星方面的能力,也是经受得起考验的。 早在9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试验反卫星技术。 这之后的多次测试中,动能明下一核动能二导弹被确认为反卫星武器。 它以高速度撞击卫星的方式将其毁坏,及直接撞击杀伤方式。 当然,像长光这种民用卫星,更多的任务还是为全人类服务。 目前,中国更现金的同类卫星也在研制之中。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